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我是罗伦源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11月28号礼拜三 那排骨在今天的表现 本来十点半之前都在平板游走 后面拉起来 为什么 大咖回来了 你可以从成交量的一个结构来看 然后再去看一下今天放量的个股里面 它主要的方向在哪里 好 这边就很明确 所以今天大盘大涨105点 那是后面的大咖大内支 我讲的大咖是大内高手 就是大资金的内支揭进来了 所以成交量已经来到了1271 非常漂亮 这叫量价齐阳准备再涨一段 这个准备再涨一段 量价齐阳 供过月线之后准备再涨一段 好 先看季线 先看季线的反押 好 我想台股到了今天 直到今天 才看出它准备来展开第二波嘛 但是呢 个股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个股表现也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环球金今天那么急冲 再创短期来的新高 短波新高 那环球金在昨天就突破了 你们看到 昨天就来根红棒 然后今天再往上冲 可是今天的环球金很妙 我讲给各位听 因为今天的环球金 这个两万六千张的成交量呢 是创下历史天亮 好 天亮之后要怎么办 天亮之后一般来讲就是要起床 刷牙洗脸 准备上班 没有啦 天亮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会担心啊 天亮该不该去卖一趟 其实我在盘中就看到了 其实上以前非常长 这个地方出现天亮之后 我们发现到它可能会开始进行震荡 那之前的环球金我不是做了一趟吗 我说从200块涨到了313 我在309卖了一趟 然后290接回来 当时我的研判是什么 研判它会平台整理 平台整理三周之后 果然从昨天开始竄出头 好 我现在今天的一个动作 本来想动 我本来预计在350到360之间 我要做一个调整的一个动作 当初在抠讯当中有跟会员讲 我会想一想 如果今天的历史天亮 它是发生在低档的位阶 那会怎么办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像国具一样 国具的天亮是这一天 如果它是在还没有起来 这个小短波而已 然后出现一个历史天亮 它就需要经过一个月的整理 对吧 这需要一个月的整理之后 11月整个月份再整理 整理到这个今天才正式串出头 好 那相对来讲 这是在低档 这个就是低档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创新低的 292是波段这个波段低点 就是从1310块修正回来 它在低档出现了历史天亮 今天的环球晶是在 涨升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从200块涨到313 然后右肩平台 我跟你谈过两到三周 然后会走第二段的主升段 昨天开始展开主升段 然后在主升段展开的第二天 出现了历史天亮 历史天亮的发生地点很重要 如果发生在低档 对不起 我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做筹码沉淀 如果你发生在一个涨势的节奏当中 没错 历史天亮出来之后代表中线的慢压 中线的筹码有点松动 所以它会先压回来 但它时间会很短 也就是说压回来之后 一两天亮缩之后又会往上走 所以历史天亮发生在涨升的格局当中 基本上就不是这么重要 这个相对来讲你要做短线也行 但是一两天就要把它接缓 好那你不做短线也行 因为后面还会往上涨 换句话说历史天亮出来 只是告诉我们有获利尔杰卖压出来而已 那这个卖压因为它已经在涨升的节奏当中 将来会有新的买盘进来去做承接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环球金可做可不做 有会员打电话来问我 老师我们要不要再做一趟环球金 你当时告诉我们306这边可以短线跑一趟 我说你可以做一下也可以不用做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很短线的震荡而已 好换句话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叫第一段出生段 经过三周整理之后以盘带叠 叫以时间换取空间 就是它不是做压回 它是做平台整理 然后再走第二段 走第二段在昨天才刚开始起步 今天第二天马上去结束吗 当然不可能嘛 对吧你用简单的逻辑来讲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短线你就是可能当天卖 可能当天就要接回 或者隔一两天亮说之后就要接回嘛 所以相对来讲今天虽然出现历史天亮 我当然也不安啊 我陷入天人交战的结构里面 我到底要不要再卖一趟 当初冲到11月8号这一天 我是很笃定的是占在卖方 对吧 309我要占在卖方 然后呢 到了这个今天呢 是出现历史天亮 我后来想一想 就震荡个两三天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中期目标并不是在360 我的中期目标并不是在360 所以在目前未章中震荡一点 那么震荡的一两天 而且时间上不会太久 那我们自然就抱着 所以我告诉各位 今天的环球晶历史天亮 那我陷入天人交战之后 我的决定是 我不做这个短线 我要报老它 好 掌声中的大量跟底部的大量是不同的 好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大家都知道 但台胜科也一样 我吸气源就两档 一档台胜科一档环球晶 那台胜科就没有所谓历史天亮 所以没什么问题 那只是说台胜科的走势比较温 慢慢的走 没关系你就慢慢走 好它也突破了平台整理 这个110到125之间的平台整理 那已经突破 那既然突破 就沿着月线往上走高就行 这是台胜科的部分 然后拉回来 其实我们最强的股票 在本周 我们本周最强股票 并不是矽金元 是哪一档 我的莫斯菲的基优生 5299的杰利 本周最强悍的股票叫做杰利 三天拉出三支涨停板 好这个接近涨停 好我91块买了 到上个礼拜五 它的收盘是89块多 我91块买的还没有赚钱 可是礼拜一开始 拉一根长红棒 礼拜二昨天拉涨停板 今天再拉上来 差一档涨停板 三天的时间从91到今天的117 我赚了26块 我带会员赚了26块 26块对90块的股票来讲三成 就三天 好可是我莫斯菲 我在买的时候 市场是没有人关注的 我上个礼拜在买莫斯菲 我在布局杰利 大中跟尼克森的时候 全市场没有人跟你谈莫斯菲 对吧 可是我的焦点很明确 我主轴在西纪园 副轴在莫斯菲 那为什么要告诉你 副轴会在莫斯菲呢 因为它的产业能见度 看到明年的上半年 如果你了解到产业未来的发展 你就很容易知道怎么去做 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我比较喜欢带会员 用布局的方式去做 因为用布局的方式 我可以买在低档 我的大中可以买在93 我的尼克森可以买在30 我的竭力可以买在91 我用布局的方式去做 但是因为是布局 所以它没有那么快拉上来 可是一旦我是对的 我们就买在基 这个基期最低的地方 上个礼拜我布局莫斯菲 之前没有人跟你谈 我相信从昨天开始 甚至到今天开始 有很多人告诉你莫斯菲了 没有关系 我们希望同业大家共襄胜举 我的竭力已经赚了三支涨凌半 他说目前本周涨最凶的股票 好 竭力为什么那么厉害 投信任养 对吧 最近投信开始大买竭力 昨天跟前天都大买 所以投信的股价总是开始喷出来 竭力喷出来 当然大中也会跟着涨 只是它没有投信任养 它的一个角度上面会比较 比较少一点 但别忘了一件事情 今年的四月份 我在买竭力的时候 当时是谁先拉上来 是竭力先拉上来 但后面大中后来居上 对吧 想到了没有 主力是后面才回来的 但法人先买竭力 就去布局竭力 好 所以竭力大中 尼克森 尼克森是我搭配着满 因为一般会员的资金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大 那高端会员我会去买竭力 会去买大中 所以一般会员就买尼克森 那四档的 四档莫斯菲的股票 我唯一没有买的叫附顶 没必要 我只挑我要的部分就行了 我只挑我要的部分 好 负轴在莫斯菲 那就算尼克森 我30块买了 今天冲到36块我也赚6块钱 你不要小看这6块钱 20% 20%嘛 涨幅最大的是竭力3支停板30% 第二大的是大中25%左右 第三大的是这个尼克森涨20% 不管 你只要这个足球往上走 那当然最基欧的基欧生会往上喷 当竭力往上喷的时候 同样的大中也会涨 尼克森也会涨 好 这地方已经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我们只要设好我们的体力点就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哪里 选举前我告诉你 主轴在锡经元 副轴在莫斯菲 然后要布局什么 投信任养的投信作战行情 对吧 选前我这样讲 选后我还是这样讲 也就是说我不会改变我的一个看法 除非我要修正 目前我都不改变我的看法 投信任养投信 现在是投信拼命行情 什么叫拼命行情 快来不及了 12月底之前要把绩效做出来 所以最近投信买得很疯 有没有 杰利为什么那么厉害 就投信买得很疯 一路买 我跟各位谈一个观念 如果我是一个基因经理人 我事先买到了杰利 当我买到杰利之后往上拉 那其他的投信要不要进来 有可能跟上来 那你要跟上来 我就不能让你买低价 我跟你在拼绩效 所以我拉得更凶 这就是最近的投信拼命行情 当投信拼命行情出来之后 很多的小型股会往上飙 可是你记得一件事情 我带你买的都是低本益比的股票 对吧 我当时买杰利91块 我预估他今年可以赚7块 明年可以赚8块 所以用明年8块 以今年7块来计算 我买在13倍本益比 也有买在91 但是以明年8块来计算的话 我买的本益比大概只有11倍半 我并没有买到12倍以上 我们要的是从价值出发用成长画梦 所以从价值出发就是 我希望买的本益比在10倍或11倍左右 我不要太高或甚至在10倍以下 我买93块的大宗 那大宗今年预估可以赚9块半 明年挑战10块以上 那以10块钱 以9块半钱计算就好 我买93块 那是不是代表我买在10倍本益比下 你没有发现到 我在带会员在买的时候 我们在选择的部分 我是从价值出发 好 选择好股票去做布局的动作 尼克森也一样 尼克森今年预估可以赚3块钱 所以我为什么买在30块以下 因为我买在本益比10倍 那杰利明年会涨价 当杰利开始涨价的时候 那所有的莫斯菲都会开始涨价 开始涨价的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后面除了投信 任养投信作葬这个题材之外 后面还会来一段所谓的涨价效应 明年会涨价的最大两个主轴 两个两个两个类股 一个是希金元 一个就是莫斯菲 好 当然同样的逻辑 我跟各位谈我说 布局它是需要时间的 譬如说 我们以上个礼拜为例 我是本周才冲上来 我们买了这一天 大宗买了这一天 93块 然后隔一天又冲到102块 然后又杀回来 有会员告诉我 老师好多人在102块卖掉 除非你买回来 如果你不买回来 现在叫112.5 我今天最高冲到115 所以不是在 你怎么去判断 并不是一个上引线 那就要结束 不是 而是未来有没有机会 这才是关键 我买了这一天 我隔一天冲到102块半 我是不是可以 大这个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可以 短线站在卖方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我甚至再做一次加码 你记不记得我再做一次加码 我再做一次加码之后 股价啪噴出去 任何的操作都一样 怎么样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看清楚未来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布局啊 有时候布局需要耐心 好有时候布局是需要耐心的 那只要是方向是对的 那我们就有耐心的去布局它 不怕它嘛 莫斯菲是这样 那另外一档呢 我今天有一档 布局之后串出头 昨天还加码 昨天在83块我还加码 83到83块半 我还在加码 叫做原项 今天来到89 这档个股也是一样嘛 今天才正式串出头 我昨天加码了 好 我们来讲一个概念哦 以今天的原项为例子 原项我们说 我喜欢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价值的衡量在于本益比 我希望买在本益比 在十倍或十倍出头 如果原项今年我们预估 可以赚七块半 好明年预估赚八块 你现在应该都要看明年了 明年原项预估可以赚八块 那你买在83块的本益比 是多少 十倍出头啊 连十点五倍都不到啊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昨天83块 我还要再做力施加嘛 因为我觉得本益比都还没有超过 这个没有没有这个应该这么说 本益比都还没有大幅的拉开 我怕你干嘛 这叫从价值出发 那成长呢 不是所有价值股都会涨嘛 不是所有十倍以下本益比的都会涨 所以要做要什么 要用成长来画梦 那原项有没有梦 原项当然有梦啊 莫斯菲的梦在哪里 莫斯菲的梦是在明年的第一季还会涨价 对吧 同样的原项的梦在哪里 原项的梦在于 它的车用的手势感测器 这一部分已经打入福斯 BNW的一个供应链 那也就相对来讲 在明年的成长力是比较大的 我再看一下 冰市BNW跟福斯 然后呢 最重要的关键点 它也切入到倒车影像 跟行车记录器 而这一部分的毛利率很高 换句话说 明年的原项 它的成长力是够的 如果它的成长力是够的 现在具有价值 那不就是从价值出发把它买起来 用成长画梦 给它一个目标价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逻辑 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 很多人就是买概念 你可能最近比较夯的叫什么 高雄概念股 可以啦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不是说它不行 我只是它的选股逻辑 跟我不太一样 只是这样的概念而已 好 我刚才谈到了一个关键 现在的投信很疯狂 为什么很疯狂 因为它拼绩效的时间越来越短 如果今年不拼绩效拼起来 可能就被人家淘汰了 所以它最近的行情会非常的凶悍 选前后就跟你讲了 选后我一样告诉你 它会非常凶悍 那从这个地方来看 杰利为什么那么厉害 就是这个原因 我把投信的部分拉出来 给各位看就知道 我们如果看三个看投信 不看三大法人 我看投信 好 你看投信的买卖 你有没有发现到 杰利投信已经连买几天了 这两天大买了 就这两天大买 然后这个之前就有买 之前小买小买小买 好之前小买小买小买 到了这两天开始大买 我相信今天一定更大买 一定更大买 因为今天亮出来 好 另外一个部分来看 我刚才谈到 我说投信现在是拼命行情 有些股票二极体 我其实 我不是很想去做二极体 虽然它本益比不是很低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为什么那么强 我以台办为例 投信是不是连续 六二二四六七七天 七个交易是站在买房 有没有 之前也买一段 之前买一段 我做了一趟 一个短多 那我就不谈 那相对来讲 台办为什么会起来 投信任养 那个杰利投信任养 投信在拼命 台办投信在拼命 那还有呢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我们就选择 投信在任养的标的就行了 所以我今天买了一张 4919的新唐 买完之后后面拉到涨停满 买完之后后面拉到涨停满 有没有 差一档这个虽然没有收涨停 但收高 那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选择它 你自己看 放大一点给你看 我站开一点 放大一点给你看 投信是不是买了六天 对吧 而且呢 底部完成 底部完成 来 我们把这个地方拉条水平线 你就发现它底部刚完成 在昨天刚完成 被投信完成的底部的姿态之后往上冲 今天我相信投信一定买更多 这种投信任养的标的只要够小型 我跟各位谈过 当初莫斯菲的时候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在喊话 我说投信买了一大堆的细晶元 没有错 但细晶元有很大的问题 是外资可能会占到卖方 被动元件也一样 你买完之后你要做账 就外资给你站在卖方 忽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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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很难做 你不如去买 那个外资不会跟你 不会跟你做对的一些个股 那莫斯菲就是 莫斯菲当投信在买的时候 不会有外资跟你做对 因为外资比较喜欢做对的 喜欢冲来冲去的 是在细晶元跟被动元件 今天一定冲很高兴 冲来冲去 但是我强调一点 我们现阶段的选股的方向 把它掌握清楚之后 就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我刚才谈到 我说布局是需要耐心的 好布局是要耐心的 因为我们想买低 我们想买本益比在10倍 或10倍以下 那个安全度够高 所以它需要耐心 可是我们知道一点 我只要是方向是正确的 方向明确的 我就朝着它坚定的迈进 所以上个礼拜 我布局莫斯菲的时候 我在讲莫斯菲的时候 全市场没有人讲莫斯菲 对吧 很多人的焦点 还没有放在莫斯菲 那今天本周连续三天 竭力大涨三支停板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开始进入莫斯菲了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现在在布局什么 叫做台积大联盟的7纳米优势 对吧 我在买台积大联盟的7纳米优势 我现在也没人跟你讲 现在也不会跟各位讲 很多人的一个焦点 可能开始在莫斯菲了 那没有关系 我们希望大家共襄胜举 但是我现在新布局的方向叫台积大联盟的这个7纳米优势 涨到2块半 涨到2块半 我218买的 当初我有跟各位谈过 如果不是大摩看坏台积电 二次下修台积电的目标价 我还真买不到低下 到今天的最高227我218 227我赚9块钱 你不要以为那个9块钱很少 台积电你有没有发现 我已经稳稳的立于不败之地 我看好台积电的 明年的7纳米的爆发力 跟7纳米plus 英特尔已经没办法跟我来竞争 如果台积电的7纳米跟7纳米plus 那么基本上会在明年独霸天下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大摩你说的调降台积电平等 你是不是胡说八道 对吧 就你本来就进入淡季嘛 你用进入淡季营收会下滑 来跟我谈台积电不行 那我就问你啊 明年的第一季过了之后 第二季准备开始回温的时候 你是不是告诉我台积电很行了 但股价会等到你开始看好 它才上去吗 对不起我218买的台积电 今天已经来到226.5 台积电大联盟一定是未来整个盘面 明年我讲的是 明年整个盘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除了矽晶元贯穿之外 贯穿明年整年度的行情之外 同样的台积大联盟也是一样 尤其在7nm的优势 现在AMD可能不跟Intel下单了 你知不知道 因为Intel的10nm都做不出来 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 将来跟台积电下单的时候 会产生7nm的优势 高通也一样 它的新晶片已经开始转由台积电来下单 对不对 我们开始慢慢你会看到这些利多消息 淡季没有错 淡季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你大摩摩跟Stanley知道 我也知道 但是你不在淡季低档的时候买股票 难道在忘记高档的时候买股票吗 好这个才是一个关键点 好回过头来台积大联盟 我昨天跟你谈到了一档 它叫做精力充沛 我先告诉各位 我218买的精力充沛 它今天最高是243 一天的时间我赚了25块 我非常看好这支股票 好我还会买 所以我暂时还不公布 我218买的精力充沛 今天已经来到了243 我已经赚了25块 但拉回之后我还会继续买 你跟上我的脚步就行 你跟上我的脚步就行 等它真的喷出去之后 我就会跟各位来做宣告 这个来公告 但重要的关键点是 现阶段就是台积大联盟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布局的动作 那也很高兴 今天也很高兴 不只是我的股票上来 我LINEA的人数 同学们已经来到19900多人 再差一点点就要突破2万人 那如果突破2万人 我想送给大家一个好礼 如果我的LINEA的人数突破2万人 我想送给大家一个好礼 那这个好礼就是有一档 市场都没有关注 我现在选的标的是市场都没有看的 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我在买莫斯菲 是没有任何人理我的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人理我 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市场都在关注的 被动元件 矽晶元 那个市场都在关注 我现在甚至包括莫斯菲 你上个礼拜不关注 这个礼拜开始关注 我们现在要做的部分是市场没有发现 但这是一档 股价威胁在低档 法兰都没有买 我去看过投信也没有 外资也没有 股价在低档 可是它今年预估可以赚到7块钱 股价不到70块 没错 它的本益比在10倍以下 这是一档非常好的私房菜 法兰没注意 股价在位阶在低档 而且它跟我的台积大联盟有点相关 好 7奈米的优势 怎么去把好股票挑出来 那这档个股 如一旦我的LINE的人数突破2万人 我会在LINE上面免费 跟各位来做分享 欢迎各位加入LINE的群组 小老鼠FU 用ID搜寻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谢谢收看 年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